可以先照您的照片嗎 當然啊 因為是要報紙的話 需要您的一點 您今天中飯吃了什麼嗎 中飯吃了什麼 就是行政院的便當 是嗎 那好吃嗎 還不錯 還像不是 您覺得今天我覺得 臺灣的天氣 我聽說今天好像是入冬 所以就比較冷 您覺得冷嗎 確實 因為感冒冷 所以其實不需要這個入冬 就會覺得冷 你的感冒是會胃寒的 謝謝 我是怎麼說呢 怎麼說 I'll let you I know I know 還照到舌頭 有些我跟那個 比如說interview你說 想要誇張的話 他會怎麼說呢 表情就會 我可以關門 謝謝 謝謝 好 那就開始吧 好的 好的 我先非常感謝 我的第一個問題 我請問一下 很多現在世界IT企業 或者是很多政府 現在很關注台灣的IT政策 還有 由於您當了台灣的政策部長官 以後更關注現在台灣的IT政策 您對IT政策的價值觀 或者是 Filosophy 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嗎 可以當然 我在行政院是擔任 數位政務委員 對 那我們在接下來八年的發展裡面 大概就是 都很久 對 好的 其實他的Filosophy 全部是就在這一頁裡面 就可以說明 就是我們在接下來八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在過去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做 我們叫做 Readiness 就是自通訊的整備度 那台灣我們知道在整備度上面 是做得特別好的 就是不管是 平凡的普及率 或者是 加戶的金融率 或者是所有這些基本的東西 那我們會持續把它做成一個 stable infrastructure 那在這裡面 我們加入了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 Internet is a human right 也就是說如果他是比較弱勢的家庭 平常他即使有可以支配的所得 也不會拿去買光鮮的話 那政府應該補助他最基本的通訊的權利 那所以可能就是在接下來三四年之內 所有的家戶如果他是弱勢的話 那政府就會補助他大概10Mbps 所有的這些基本的頻款 這樣子 這是Development 那接下來的三個部分呢 其實是要加在一起看的 也就是說 說Innovation通常我們在國際上都是說 這是Private Sector 是的 那要立這個Charge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亞洲阿斯利亞各國其實都已經放棄了說 政府來主導創新的這樣子的想法 對 那因為我們每次看到政府主導什麼創新 他可能某一個單點很強 可是他很難留出Ecosystem 是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很果斷的說 那我們放棄創新就是要讓Private Sector來立 然後我們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做Deregulation或者是做一些Sunbox 或者是做一些相對應這些創新所需要的法規的調整 然後保證說整個社會都理解到這些創新帶來的後果是什麼 然後大家都可以Live with it 這樣子創新就可以發生 那我們政府自己呢 因為通常大家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其實在Asia就是各國裡面也是非常常見的 是的 相信您非常了解這個狀況 就是對政府會有相當多的懷疑 不管我們講出什麼 可能第一句話就是騙人的吧 這樣 對 那所以說我覺得互信都是雙向的 就是說政府要先能夠信任人民 人民才有可能信任政府 不可能是說我們不信任人民 然後要求人民來信任我們 這是沒有道理 是的 那可是政府要怎麼信任人民呢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政府裡面的官員 想到這個The General Public的時候 腦底浮現的是可能Populism 可能是在Line或者臉書上面傳的那些貼文 對 那你說要信任這樣子的東西 確實在人類的情感上面有一點難度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一些Governance Technology 那具體的叫做我們叫ICT Immigode Scalable Listening 就是說可以延展的 傾聽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傾聽還不像說我聽你說話 你聽我說話 這個是Symmetric 對 那但是當政府用網坡或電視發送它的的時候 其實看的人是沒有辦法回應的 所以這是Asymmetric 對 那看的人他怎麼回應呢 只能用四年 然後每次投票可能一兩個bit的方式來回應 那這個上傳跟下傳是非常不對稱 所以如果問我Philosophy的話 就是盡量讓這個東西對稱 那我們透過一些Machine Learning 或者一些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一些其實我們在業界已經用過很久的一些技術 你就可以把大家的Signal收進來 然後讓政府能夠真的去傾聽大家的意見 而這個意見給他一個binding power 就是說我的政策的走向或者是它的priority 是由人民來設定 就是 那我們在行政院經常有句話是說 要進廚房就不要怕燙 意思就是說 在行政院做決策的時候 是很容易受到各方的heat 是的 那但是呢 我們這個想法就是邀大家一起來cook 所以從食材的選擇到preparation到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納入這個人民的意見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不會覺得說我只是等著菜上桌敲碗 而是知道說 It takes time 然後呢 有些hard choices必須要做等等 這是一個governance的一個概念 這樣子才能夠做到所謂的smart nation smart nation的意思不是說放一堆sensor 而是說大家在做公共政策的過程裡面都更了解這些政策的來龍去脈 是一個learning 一個letter of learning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最後呢 就是last month 就是inclusion 因為我們不管government做得再透明 innovation做得再好 其實我們知道所謂的disruptive technology的意思 按照定義就是幾小數人才懂的 因為它發生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會發生 不然就沒有叫disrupt了 對 那但是呢這個disruptive technology出來之後呢 其實它的stakeholder就是會被它影響的人 好比像說讓哪些人失業 讓哪些人的工作需要做到調整 哪些人的生活型態受到改變 這些人其實平常是沒有那個習慣去參與這些公共政策的指定 所以不管我們前面的三個做得再好 那只要沒有辦法碰到last month 那總會有一些stakeholder是很晚才發現說 原來我生活被影響到了 你們都決定好了為什麼還不知道 這樣子 那所以這裡的重點就是inclusion inclusion就是讓大家在每一次可能影響到大家的生活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不管它是技術的或者是自通訊的或政策的都盡可能讓last month的利益關係人 甚至用door-to-door的方式讓他們知道而且也能夠進行有意義的討論 那這個工作其實不是政府能夠做的 這個工作必須要是公民社會的朋友 那些最care human rights 那些最care accessibility 最care equality的這些朋友 所以我們同樣的就好像我們把創新的主導權交給四部門一樣 我們也把inclusion的主導權交給sexual society 那所以無明是說這是一個政府自己決定說我們專心把governance做好 但是innovation我們不帶領業界inclusion我們也不帶領sexual society 我們是跟大家一起做就講整個filosophy就講 好剛才我那個下一個那個問題以前我想問你一下關於這個 您說您說的是跟大家一起做這個政策對吧 那麼我總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filosophy 還有我覺得方向完全對 可是您剛才也提過了這樣的話會需要很長時間 以及我覺得費用也非常非常大 您覺得這個把這個怎麼說呢 大眾人的意見很有效地這樣子聽的方式 現在還有有沒有成功的一個例子 比如說比如說我是台灣人的話 我有一個意見給你們 以後政府真的把我的意見 offset 以後就 有沒有很多了 當然有很多的例子 那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挑一個簡單的來講 好的好的那這樣子就比較好危險 我好 看漢字沒有問題 喔 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邊的可以拍照 可以啊 謝謝 這個例子其實如果您是韓國來的話 應該有經過一個很類似的過程 對 就是Fuber的這個案子 其實Fuber在剛進入台灣的時候 他是合法的 他是用R牌的祖領車 然後也收這個高於計程車的錢等等 但是後來他們就開始用私家車 然後去逃避這個租稅 以及其他東西 張靜寧很熟悉 對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重點並不是制定出怎麼樣的不法律 而是說這不法律必須要讓現有的Fuber的司機們 都理解說我們為什麼是這樣子做的 OK 對 那這個原因是這樣 是因為如果我們排除掉它們的話 那其實Uber它是一個有點像是思想的流行性感冒那樣的東西 你如果被In Fact 覺得說他的Algorithm來Dispatch 比Regulation Dispatch要來Efficient 只要中了這個想法 可能就會去幫他開車 然後幫他開車可能還會推薦新的司機 然後還會再從 對對對 它會傳染嘛 對 可能你開了一個月發現說也沒有真的比較專 但是就好像說我感冒好了 可是已經傳染出去了 所以只要他繼續在傳染 其實永遠都還是會有人在幫他開車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想法其實就是靠我們剛才講的Delegation 那Delegation其實就是一個類似審議嘛 就是大家互相去確認一些基本的事實 關於Uber這件事情的事實是什麼 然後大家把感受充分的表達出來 然後再一起做出決定 那我們經過這樣子一套想法之後 其實大家就會有一個overview 那overview之後就不會陷入好像是說 這樣子就是扼殺創新 或者是說這樣子就是英雄守舊的這種貼標籤的狀況 所以我們的methodology是說 我們先請各界 包括Uber把所有關於自用車載客的facts先提出 那facts它是沒有就是 它是objective嘛 所以就是全部破起來 是的 接下來呢我們就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去收集各界對它的feeling 那所以對於相同的facts 可能你覺得angry 或覺得happy 這樣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透過clustering 把大家的feeling 集合在一起 之後呢 我們再請大家提出一些想法 一些想法的好壞 取決於它能不能address the majority of people's feelings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慢慢converge到一些idea 那有了這些idea 我們就拿這些idea做成decision 所以舉實實例來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平常以前政策制定的時候 很容易跑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private sector的朋友 他們自己有一些產業的供應鏈 所以呢他們可能自己會keep一些information 不一定你想要跟政府分享 可是呢他們當然會跟政府分享一些 那當然也有一些就是公民社會的朋友 或學者專家 可是這些朋友們有一個共同特點 就是他們用的是我們叫expert language 就是專家的語言 那跟街上的朋友們用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跟一般stakeholder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所以只要中間沒有translation 我們越討論 往往連基本事實都沒有辦法create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本來是一個idea 好比像說你如果現在說要討論一件事 就是你在social media上面大家都會說我的idea是什麼 可是呢他們不會停下來去review說 我的idea是建築在什麼feeling上 這個feeling是建築在什麼fact上 所以只剩idea的時候呢 慢慢它就會變成一個ideology ideology就是說 因為大家的事實認定都已經不同了 所以說不管新的事情怎麼樣 不管別人的感覺怎麼樣 它就是blind people 然後呢我就自己就是不管新的情況怎麼改變 我就說怎麼樣就是好的 怎麼樣就是壞的 這樣當然就沒有辦法討論 所以呢為什麼要從事實上開始 就是因為我們政府要承認 我們手上的客觀數據不是一切 我們要從private sector 從sivis society去crosser 這些facts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run一個online facilitation 那這個是一個人工智慧的系統叫做POLIS 這個系統它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去 然後用你的mobile phone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 這是一個系統啊 對這是一個系統 喔喔喔喔是台灣 是一個open source的系統 對那我們有參加開發 喔喔 然後呢這個系統剛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某個人的一個sentiment 到底像說這邊他說 我覺得真正共成的精神 應該要選擇去哪些地方的人可以一起搭乘 不然只是白排車的包裝罷了 那這個sentiment你可以同意或者你可以不同意 對 那隨著你按贊成或者反對 你的avatar就會開始在這個圖上面移動 啊明白 對 然後呢它就會幫你自動cluster到 就是跟你的意見相似的人 那這個有兩個好處 一個好處是說 你會看到你的facebook朋友 跟你的twitter朋友 其實在這個議題上是在光圖的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的 那所以說他們不是anonymous enemies 他們就是你的朋友 就是我們沒有talk this over 對 對 那所以你就不會妖魔化對方 那另外一個是他讓大家看到 大家的立場慢慢是可以折衷改變 哦 因為我們說我們政策制定 是要靠super majority of people's feelings 也就是說大概說服80%的人 我們才會把它拿入個agenda 而我們要討論的那些東西 就是靠這個東西來決定 所以舉例來講 我們就實際看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就分成了兩組人 哦 你們以前 啊 OK 所以呢這組人呢 我們可以看到上一組 意思就是說他們就是飯糊嘛 對 註銷掉就好了嘛 是的 那但是第二組的人的sentiment是說 如果不趕時間 即使我面前有計程車 我還是叫不趕 可是這兩組都不binding 因為我們說我們要80% 可是你看你乘起來 這兩組人都才20到30% 是的 所以呢他們就必須要做出更eclective 不然不能進入個agenda 是的 所以到了第二個星期的時候 第一組人呢 他就改變了這個論點 就出現一個新的論點說 這不是針對Uber 而是取締白牌車就是 Ministry of Transport的責任 所以它的cohesion就增加了 第二組人呢 又演化出一個想法說 其實呢 傳統計程車現在呢 都要加入fleet 但是呢政府實在是應該要做一個電子化的fleet 而不是把它綁在這種 是的 那Uber是顛覆這件事情 所以這組人呢 就93%的人同意 而且提出這一個呢 只有2%的人跳船了 他就跳到群組2 因為這個是一個convincing argument 可是即使是這樣子 你撐起來這還是只有50趟 還是沒有到80 對 所以到了第三個星期 我們終於開始出現common sentiment 就是有超過80的 但是呢一開始都是一些比較弱的 他比方說這是一個科技時代 這個法令應該要與時俱進 我想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吧 但是呢在台灣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如果有人考了91分 結果有人想要考92分 對 所以大家看到說 原來amount differences consensus is possible 對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開始勇於提出一些 讓大家更能接受的意見 所以這邊就會有 我覺得這三個都很重要 安全更重要 然後呢到了第三個禮拜快結束的時候 就有一個free software developer Ivan 他就提出說 我覺得政府應該立一個e taxi fleet的這個法規 然後呢比照Uber 好比像說乘客和他們互相評分 那在這樣的前提底下 其實大家就可以把Uber合法化 但是呢他還是可以繳稅對不對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你看 連Uber的司機都在這 那所以說這個之後呢 那些這個別人覺得說 我們不要跟他們談判這些就下降了 大家就覺得還是談談比較好 所以我們到第四個星期的時候 我們就收斂出超過八十他的六個共同建議 比像說他的fairness principle taxation principle public display的principle 然後它是一個matter of public security 然後如果你是上下班的share writing 這個要bend for profit分別看待 然後以及tiny out multiple feeds 對 那其實這種我們叫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它出來的東西 它當然是比較粗糙 它並沒有你請專家學者 去寫一百頁的曝光那麼厲害 可是好處就是說 這一副菜是大家一起炒出來的 對 所以大家都統一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拿這些 就可以實際上去跟所有的stakeholder 坐下來談 那因為之前已經有幾千人 都有參加過這個consultation 所以我們在直播 以及後來的點閱人數就上萬人 大家等於就用live script 看著我們拿著這七點 去跟這些人談談 然後come up with something that we can all agree with 意思是說全部都是live 對 全部都是live 然後一講完之後 它的transcript 它的主字稿 就登在網路上 很透明 很公開 對 非常透明 那所以這是回答你的問題 一個就是說它沒有比較花時間 只花了三個多星期的時間 對 第二個它完全沒有花成本 因為這個的moderation 是prout自己做moderation 對 所以我們沒有派版主 我們也沒有派人去管 我們只是harvest 對 最後的opinion 所以它是完全自動化的 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 其實就可以你做任何多次 任何議題 而且不一定要政府做 好比像說 我們最近在台灣 有一個爭議蠻大的議題 它就不是政府做police 而是民間來做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要不要從日本的福島旁邊的一些食品 喔 我看過那個 今天早上也看過一個報道的 蠻多次的東西 對 是的 那這個議題呢 就是我們臨時政府 Jillian Lee的一個朋友 他不是代表政府 他自己做了一個police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 我覺得台灣政府除了出示日本資料 如果能夠提出開放的國家 好比像說 我不知道 韓國或其他國家的檢測資料 作為政策 就會更有說服力 那你同不同意呢 好比像說 如果你同意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 你就往左邊走了一點 喔 然後他就會跑出下一個 說不能跟國際的這個脫軌 假設我反對 那我就又往底下走了一步 喔 我這樣子回答 我就隨便回答 就是 我就不真的看 我就亂按 嗯嗯 好 好 我這樣按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可以發現我歸隊 對 我跑到底下這一隊 好 那底下這一隊是什麼呢 底下這一隊是說 我覺得政府必須向民眾說明 非得在此刻開放的背後的理由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群人都同意 而是右上角的人不同意 那上面這群人是什麼呢 上面這群人是 我覺得台灣政府 不一定要到日本做實地檢討 我們應該trust 台灣的local expert 所以你看是有點爭鋒相對的 對 那但是呢 雙方呢 都有 consensus among disagreement 你只要按共同意見 就會看到說 不管大家的立場 所有人都覺得核災食品 這四個字不應該用 你用的是 misleading 對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應該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以及培養台灣民眾對輻射知識的 正確認知 然後媒體需要有專業知識 然後風險跟畸量認知 而且呢 其實大家覺得這跟背景輻射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有一些流言 就可以因此而破解等等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我們這叫reflective space 大家一開始可能是避冷分明 是在這個四個角落的 你隨著大家 現在才討論三天 我們再過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大家就會慢慢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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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哇 長官啊 我想確認一下 剛才那個Uber的那個實驗 對 是去年八月份 是去年八月份 這是現在該開始 這不是政府做的 是 對 這個是民間 這是open source 任何人都可以開一個 這個open source 是什麼時候開始那個可以用的啊 我們第一次使用就是在去年七八月的時候 Uber的案子 那個時候它還沒有open source 然後我們當時是試用用 我們是collaborative的developer 那但是呢 後來我們Uber那一案跟後來Airbnb 都有一定的效果之後 各國好像說馬德里 其實有些韓國瓦國的朋友 也表示有興趣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聯合施加壓力 請這個開發者把它open出來 不然我們要自己寫一個 好 所以那個他們就把它open出來了 哇 這個看起來 我覺得 我覺得在韓國做這種的話 我覺得也有很大的一個什麼說 政治上的這種效力 我覺得也有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意見 所以說您是說 我剛才想的是那個時間跟費用會很多 可是實際上 實際上 時間也節省下來 然後因為我們開這種會 很容易每次開都是從頭開啟 是的 但是等於是群眾幫大家已經把事實確認了 感受也確認了 是的 我們就不用從頭開會 我們就focus在idea的可行性上 其實是省時間的 明白 真的謝謝你 還有我可以接一問 下一個問題是 關於現在台灣的那個IT行業 您覺得哪一 我覺得那個 台灣的IT行業的競爭力很強 兩個世界級 您覺得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有優點 還有哪一部分是要 以後要改善的部門 有的話您可以告訴我嗎 好啊 其實我們的工作都已經寫在這邊了 對 其實台灣 我 沒電了 等一下 我們所有的技術都是 exponential的growth 除了電池技術 所以電池是現在的一個瓶項 等我一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慢慢來吧 OK 那請你們的報紙 在目前 在國內大概 每天有多少 100萬 100萬 是的 每天受報還是 訂閱 每天刷 每天刷120 120萬分 對還有我們送80萬到90萬 每天送家呀 或者是那個 要delivery 對 因為人家買我們的那個號 我們delivery 還有delivery 這個 home 對 所以total 1.2萬 對 是的 120萬 我們印刷的比較 更多 可是我們 我們 一般說是 平均一天是 印刷100萬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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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我就簡單的看一下 您說 就是 這邊的所謂的優勢 這四個優勢 其實是長期以來 台灣的一些很既定的 我們叫做MISI 它是國家型的自通訊建設計畫的成果 那我想 因為我上任之後 我才加入世界經濟論壇的這個社群 那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台灣的自通訊的整備 就是Network Readiness 對 其實一向都是很高的 我記得 今年的話 應該是 按照順序是 芬蘭台灣冰島 的這樣的順序 那但是呢 同樣的這個 Readiness 但是其實在 Regulatory 跟Impact上面 其實的分數都比較低 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 硬體跟網路層 建設得很好 對 可是政府不一定有很好的去用它 所以您剛剛問到挑戰 這個挑戰就是說 我們有這麼好的 好比像說98%的 除了一些力道的加護之外 都有1Mbps的升裝的可能性 可是呢 其實真正去升裝的人 可能不到一半 可能四成多 那不到一半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它並沒有應用 需要1Mbps 所以他們就可能用個 ABSL或什麼就好了 那所以我們這邊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讓它 Affordable 可是Affordable之後 就是讓它事實上 Accessible 不然的話事實上 我們都鋪到了 但是沒有什麼意思 對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的電子化政府 其實是非常 非常好的 就是說 我們在 推開放資料政策的時候 有一個 mandate 說 只要是建置費用不到 新台幣5000萬的系統 它所有的資料都必須是開放資料 那這是 Without exception 對 那但是當然我們就是對 Privacy 對National Secret 跟Tracy Secret 當然會把關 然後每個部會都有它的 就是Open Data Consultation 他們的議題 是的 那在這個前提底下 當然一方面我們在國際的開放資料 排名是世界第一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所有最基本的民生資料等等都有嘛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說 表示說我們的所有公務的資料庫 它是Ready to Generate Data 它不需要是靠人工去做 boot keeping 等等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電子化政府的 Internal 這個process上 是Ready的 那但是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你開放資料都擺在那邊 可是有沒有人去用 對 然後以及社會 它現在想要討論某個重大議題 它需要Evidence 的時候 那我們目前就需要很好的Data Journalist 又再配上Investigated Journalist 再配上一些Research Team 再配上可能Data Scientist 它才能在這堆拼圖裡面 拼出一個story 對 對 那我覺得政府不能夠說 我資料都丟在那邊就好了 因為它事實上是要到可能十五六個Portal 然後全部都這個Paced Together 然後才能夠做出報導 這個仍然我們說Time to Report 實在還是太長了 所以我覺得我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介入政府是一個很特殊的狀況 因為我只做開放政府 這是我最主要的一個業務 那而且我是Practice 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極端透明 極端透明意思就是我所有的開會 包含我們現在這個講話 十天之內一定都會有主字稿 或錄音上網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能接觸到任何機密 或者任何就是國家的National Secrets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我從很多角度來看 我就是一個幫大家做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人 進了政府 然後幫大家去關心大家關心的話題 然後如果大家關心 好比像說我知道韓國對電子競技 eSport非常的熱衷 那台灣也有很多很喜歡eSport的朋友 可是他們在台灣的eSport一直沒有一個主管機關 教育或者兵役也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這部分韓國領先我們大概六七年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一進來之後 就是協調部會 教育部 文化部這些朋友 內政部 醫政署的這些朋友 對於eSport到底是什麼 誰要主管 怎麼定義 所有這些東西只開了三次會 我們就做出了這個明確的結論 然後就往前走了 只開了三次會 只開了三次會 那我覺得它的關鍵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連協調的過程 都transparent 所以我們第一次開了會 列出幾些爭點 publish之後 第一個來開會的長官 他回去他的承辦 他的staff 其實他就可以看得到長官 到底講了什麼 而不是指示他最後的結論 或者指示 所以承辦就可以provide rich information 給他的長官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stakeholder 電競的stakeholder 就是athlet 這些athlet 他們才可以用自己真正的個人經驗 因為以前都是要等一些協會的代表 或一些工會的代表 幫他們說話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transparent 放在網路上 我也有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問我問題的 一個叫wise-like的平台 所以我這樣第一次放出去之後 就有一個電競選手 他叫做歸王 對 對 這位選手 他就用Google檔寫了很長的他自己的story 然後去說我們這個逐字稿裡面哪些部分 從他看起來可以怎麼解決 有什麼問題 有一些非常明確的個人經驗 所以這個東西 再加上一些網路forum上面的意見 就變成第二次會議的專票資料 我們就具體解決 所以到第三次就完全解決了 這個就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對 所以我們的政府的依化的程度 我覺得就是系統已經ready了 可是怎麼去靈活的運用 那我覺得這是我可以示範的 這樣子講的 對 很好的形象 我想問你一下 我幫你這個 我想問你一下 第一 除了您以外 其他的長官 他說的也是這樣子 全部都錄一切公共開嗎 這非常好的問題 現在我們行政院是三個主要院裡外 最後引進這種就是逐字紀錄 完全radical transparency 立法院在這個會期 他們把自己做成radical transparency 我們之前在朝野協商 或者在一些特定的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全程錄影公開 但是這個會期 他們把它全部變成全程錄影公開 那所以說應該是說這個會期 立法院終於跟上了 那當然司法院本來就是公開的 司法院是公開的 司法院是公開的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裁判大家要信任 裁決書一定要公開 對 那所以行政院呢 我們雖然落後立法院一點點 但是我們也正在已經跟立法院一樣的 這些聽打的人員 一些做closed caption 或者是做就是 scenography的這些朋友 那在這些朋友們引入之後 就像您剛才說的 部會才會覺得說這個成本是我affordable 不然每一次都要靠部會自己的成本去聽錄音打字 對 那我覺得我們很fortunate 就是運氣很好的是 今年剛好是機器翻譯 跟機器語音自動轉文字 都有重大的breakthrough的一年 對 就是RNN就是 算我們就不要講太技術的名字 就是說他們切換到一種新的機器學習架構之後 翻譯的品質已經幾乎跟人類很接近了 對 對 那聽打的話英文已經到98% 那 對 那 中文的話 現在如果錄音品質很好的話 Watson 是可以到大概9596 那麼高吧 對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對 而且是speaker independent 對 那因為我在兩個多月前入閣之前 我是在蘋果的Siri這個team 對 所以這本來就是我的工作 對 那當然就是說我也不會覺得說一定是Siri team做得最好 那確實現在就是AI research是各家都有長處嘛 對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別挑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可以預期的 至少我們這一套制度推行之後 到了明年聽聲音轉成文字 但是人只要校對就可以 不太需要再去做更大的擔作 太好 太苦了 很好的時代就已經是coming up 對 好的 好的 我可以 我請講 謝謝 謝謝 好 IT越來越發展 所以帶來很好的一個人的生活越來越豐富還有很好了 可是總覺得 人類 有一個 怎麼說呢 心理 心理 優丹是什麼呢 歡迎保安的問題 嗯 這個問題 現在 開始越來越大 我今天看了一個 好像是那個 Financial Times 我已經記不清 那邊說 現在那個 Image Matching Face recognition 的那個技術特別好 所以說 比如說拍一張照 就 可以很容易找到人 這個也是一個什麼時候呢 還有 還有 就那篇裡面 article上寫的 他 interview 好像 Serg 好像是一個 一個人 他就說 這樣子 這樣子的 那個 世界 來了 他就 總覺得 very afraid of the kind of situation 您覺得 這種保安的問題 您就怎麼看 還有 以後 台灣政府 跟那個 海外 海外政府 或者是台灣企業 跟那個 海外的企業 關於這保安的問題 有沒有 collaborate 的那種 空間 您絕對有沒有 其實 臉部影像辨識這個技術 它成熟這兩三年的時間 確實它造成了非常多的 我們說 有點像 sea change 一樣 因為就像我剛才講 當一件事情 它的成本還不是零的時候 你只有 target 針對某人 才會去做 但是當它成本已經是零的時候 你就可以對所有人都做 對 那這件事情 確實是 我們在治理上面 它是一個雙面人 就是說 一方面它當然有 非常多的 application 我們可以 好比像說 我看臉 不太記得你的名字 那戴我的眼鏡 就可以直接告訴我 你的名字 這是非常方便的 對 那再反過來講 就是說 如果我這個 computation 它不是在我的眼鏡裡做 而是它是在某個 cloud 裡面做 對 那當然大家都會怕說 那我看到的東西 cloud也看得到 對 然後呢 不但我看到的東西 cloud也看得到 這個cloud是 aggregate 所有人都看到的東西 所以它哪一天 它的一個 algorithm 出了一個問題 舉例來說 我就不講特定公司 但是之前有某一個公司 因為它是用 ImageNet 就是我們在國際上 用來train 就是image recognition 的一個 database 去train 它的人工智慧 對 所以呢 它在這一家公司 做相片辨識的時候 白人都是辨識得很好 但是黑人呢 就會辨識成 gorilla 然後呢 那就造成一個PR disaster 它緊急下架調整 然後再怎麼樣 哎呀 對 那但是呢 這個你要怪人工智慧 好像也不是 因為你確實 你train它的時候 就是可以還看很多動物的圖片 但是呢 因為它的simpling bias 開發的人 可能它的社交圈黑人真的比較少 對 那所以它就 就往那邊去判斷了 對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 在這裡我想強調一個概念 就是 Software Freedom 這個概念是 Richard Solman 當時提出來的 就是Free Software運動的一個 Hacker 那它的一個定義就是說 Freedom的意思就是說 能夠做主要指影響你自己的事情的能力 叫做Freedom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影響到超過你的很多人 那個叫Power 那個就不叫Freedom OK 對 那我覺得這個在這種computation上 是特別有意義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personal computing 的話 那我們所有這些影像辨識 這些profiling 這些packing 這些東西 應該都是local to me 對 就是在我的device上 在我眼鏡上 它就不要再跑到雲端了 對 如果跑到雲端的話 應該是encrypted 然後是只有我自己能夠控制 如果別人要使用 它要先經過我的同意 對 而且是explicit的同意 不是說我不說話代表同意 對 對 對 那所以說這種東西它的重點就是在能夠track 然後有accountability的這件事情上 那這件事情上面其實歐盟在很長時間討論之後 已經有推出一個GDPR的架構 這個架構它就是希望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Data Protection Agency 然後它去定義說所有的大公司 所有人在處理個人隱私的資料的時候 怎麼樣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是要整個社會一起討論 像我之前去拜訪法國的那個叫做Canel 就是法國的DPA 他們就是包含上下議員的議員 法官 然後所有的就是experts 然後也有就是行政部門的人 所有人學界都加進來 然後大家一起做conversation Find something that we can all live with 因為如果不是整個社會一起找出 它可以接受的價值 技術本身不會幫大家找出這個價值 對 那而我們如果不做這個討論的話 到最後就會是哪一個技術成本低 它就dominate大家的discussion 那這個是特別危險的 因為它會形成一個new norm 就是大家都覺得 對 好像怪怪的 可是因為別人都在用 對不對 這樣的情況 對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回到說 整個社會對這件事情 要有所討論的這件事上 那我覺得特別是在privacy這件事情 它的定義會隨著每一個科技的出現 都會轉變 對 有照相機以前 沒有照相機的時候 Privacy的定義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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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們每次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整個社會就要重新再討論一次這個技術 這沒有別的辦法 唐長官 那麼 那以後這種可能性有沒有呢 比如說新技術這樣發達 一級之發達 政府變成或者是一個某一個影響非常大的一個organization 出來 它變成一個big brother的那種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 當然 等我一下 好棒 白飯 應該有充電了 好 等我一下 因為很多那種建議問題 就考慮那種的問題嗎 所以 不好意思 怎麼管 就是說big brother 對 這裡面當然就要分成兩個 我們如果要回到就是1984那本書的話 它其實big brother裡面它結合了非常多的意義 其中一個是包含說它知道所有人正在做的所有事情 透過電視裡面的隱藏的攝像筒在監視的社會 是的 這個是surveillance 那但是呢 1984裡面它還有別的 它還有塑造思想的功能 對 所謂的new speak 是的 然後呢 除此之外在1984它除了我們surveillance 跟discipline之外 它還有就是violence 它還有國家的報應 是的 那這三個其實是要分開來看 對 那從surveillance的角度來看 其實因為台灣 旁邊就有一個致力於開發精頓工程的這個朋友 所以說 在這個gfw就是我們暱稱功夫網 就是偉大的防火牆的開發的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就是在旁邊非常明確的看到 甚至是以machine learning為基礎的state surveillance 是在怎麼樣子的發展 那當然在snowden之後 全世界都理解到這個我們早就理解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說確實就是說 當我在剛加入internet的時候 1993年 它是一個trustworthy的space 大部分是研究人員 而且其實彼此之間是很坦承互信的 但是到了今天 其實很多人真的要做社會運動的時候 他們是不上網際網路的 因為他們會覺得你一上網路 不管你用什麼通訊軟體 就是會被監控 對 這個surveillance是everywhere 所以這個狀況我們要把它看作已經發生的 它不是未來會有一個surveillance 現在就是了 而且已經有好幾個了 對 對於這件事情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當然 舉例來講 我們可以 好比上說 我們最常用的web的這套系統 http 我們就可以insist說 那我們一定都要加密 http secure 對 那這個就是 我們在做自由軟體的朋友 有做let's encrypt 有做這些東西 讓所有的網站可以 傳資料給你看的這個瀏覽器的時候 傳的只有這兩邊指導 中間的人沒有辦法接聽 對 對 有這樣子的技術 但這樣子的技術 以前的成本比較高 所以只有電子購物或者銀行這些網站 會一定要裝 那我們現在是因為surveillance is everywhere 所以我們就希望所有人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技術 來降低它的成本 那當然這個是比較legitimate 那接下來就是 可能是作為hacker 而不是作為政務委員 這個可以講的 就是說在通訊軟體上面 舉例來說 有一套叫做telegram的通訊軟體 那telegram的通訊軟體 它除了能夠也是點對點的加密之外 其實它有時候還是你可以 把我傳給你的訊息存在伺服器上 那但是我從另外一條電腦登錄 我也可以讀得到 對 那也就是跟WhatsApp 或者是 Messenger 什麼一樣的功能 那但是呢 telegram呢 它就是挑了 我忘記是九個還是十幾個 彼此之間 甚至是看不順眼沒有合作的國家 它把你的一個訊息切成九片 放到這些國家的伺服器裡面 所以除非這九個以上的國家的執法單位 破天荒的 miraculously去準備合作 不然他們不能夠監看你的通訊 明白 對 比如說 比如說有一個大大的東西 要打開它的門的話 你要就把鑰匙 對 就是我們三個人有各個一起拼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一些技術的手段 去確保說 每一個Big Brother都很大 可是它並不是真正的Omipotent 對 那所以就是說盡可能分散式的 可以降低這個風險 但不是完全杜絕這個風險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唐長官長 那麼也許有些人 或者是企業 或者是國家 想當那種Big Brother Becoming the only one 我覺得有那種欲望 我覺得也有那種可能性 您覺得這樣是 哦呀 仿製他們的那種 Movement 或是各個國家怎麼樣 合作比較好呢 把這個 比如說把這個 抬到那種全世界的主題上 在世界的這種論壇上 或者是在那個公開 一直一直說比較好呢 或者是 各個國家 比如說台灣跟韓國 或者是台灣跟其他國家 或者是在這個保安的問題 怎麼做 開始 鄰近的國家當中 開始想 這怎麼 想辦法 這樣子比較好呢 您覺得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要考慮這個保安的問題 比較好一些呢 確實 你剛剛提了兩個模型 一個是Multilateral 多邊的模型 一個是Bilateral 雙邊的模型 是的 我覺得都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互補的嘛 因為你靠多邊的模型 才能夠對其他的不同的國家 好比像說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才能夠聯合起來 讓大國能夠也做出一些concession 是的 但是反過來講 我們也知道多邊的協議比較難談 而雙邊很快就可以達成合作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模型 都要去追求 但是我剛才另外 就是除了雙邊跟多邊之外 我還特別提出了就是MultiStateholder 那這個模型 其實當然 世界經濟論壇本身就是一個這樣的模型 但是我想特別講的是 在COP21的時候 在巴黎 他們不是簽訂了一個巴黎的氣候協議 是 他們當時就引進了多利益關係的模型的精神 那這個意思是說什麼呢 像我們氣溫升高了一度或兩度 那有些海島國家可能就沒有國家了 這是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是說 可是有某個很大的國家 它的沿海的少數的居民 他們的habitat會被摧毀 可是因為這個國家很大 他們覺得那就把它牽到內陸就好了 可是這個時候 這些受到影響的人 跟這邊受到影響的人 其實State是一樣的 所以從很多角度來看 他們才是聯合 而不是說這邊的國家代表它 而這邊的國家不代表它 所以說 同樣的一個技術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全球受到類似的威脅 或有類似的好處的人 應該是要橫向的串聯起來 成為公民社會 或成為一個公民社會 那這個時候 把他們的意見納入了 我覺得我們從國家治理的角度 才不會錯過這些公民社會 大概是這樣 明白 明白 您剛才說的那個 欺負 那個用 那個 那個 你才能怎麼說 欺負 剛才 欺負變形 對 那個不是 特朗普那個 當選以後 他說 我記得他說 他要那個 怎麼說呢 美國 美國以後就不想 不想跟那個 世界合作 好像 沒有 那是他競選的時候 所以他當選上 世界各國 都給了他一些 這個勸告 對對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不到一個星期 就是說 他會 不一定要退出 對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蠻具體的 就是國際上的對話 我為什麼 我說這個 這個 這個 比如說 你剛才說是 像這種 多子感 那個 那個 協商的時候 各個國家 比如說 美國 強 強國 那麼 他們肯定 他們的那個 影響力 比較大 所以說 比如說我是小國 您是大國 的話 我們 我們不想談這個 關於這個 保安的這個問題 那麼 也許 也許 協商的時候 談話的時候 那種 利率 可能會 代表那個 強大國的那種 利率的可能性 也有 所以就問您的 您覺得這種 他們的聲音 會 會 比較 怎麼說 有一些危險 你覺得怎麼樣 我相信 因為其實 美國 它其實是和中國 它是許許多國的國家 它也不只是一個國家 對 所以就像您剛剛講的 這些 policy裡面 其實不同的 state 也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相信 你也很熟悉 對 那所以說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當然如果我們把它看作 是一個 zero sum gain 就是說 一邊一定要 concession 另外一邊 這邊 concede多少 另外一邊就贏多少 這種 貿易談判 最常見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話 確實它就會 強國它能夠動用的 籌碼多 所以說 它當然很容易拿到一些 concession 對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多利益關係來談判 不管是 security 或者是氣候 它其實最後 如果問題不解決 那是全世界的問題 它並不是一邊贏了 一邊就輸了 這種東西都是短期的 對 如果地球的氣溫升高了三度 那其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可以倖免 除了那些可能已經殖民到火星的 可以另外出外 對 那所以說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短期的輸贏 沒有任何意義 當然 因為你從五十年之後來看的話 要嘛就是整個地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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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 security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今天因為一個 就是實驗性質的技術 然後呢 沒有讓大家能夠信任 然後就造成您剛才所說的 有一個單一的利益控制方 然後能夠 dominate 全世界的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那這樣子慢慢的這個 我們就已經沒有人類文明了嘛 到最後就會變成一種別的文明了 對 那這樣的話是整個文明輸 也不是哪個國家輸 所以說在您剛剛講的那幾個 scenario 裡面 國家的輸贏都是一時的 而且是很短暫 可能是五年之內的 那你如果放到十年五十年的尺度來看 那是整個文明的輸贏 哦 明白 謝謝你 我從那個 我看了那個報道 你在那個巴黎說的 我就看到那個 您是說 利用VR 可以 可以怎麼說呢 是 進行delibration 對 您可不可以那個 勸 那個 give us some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to korean government 對 對 其實我自己對於VR 是 今年是所謂VR元年了 對 所以說我都是還在實驗的過程 你有用過VR嗎 我用過 其實用過 可是總覺得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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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的 有一點暈的 現在還是那 只能夠 不是 比如說以後技術慢慢提升的話 我覺得那個問題會解決嗎 是 就是說我覺得VR 它的最大的重點就是在於 它可以讓實際上 不在同一個空間裡的人 覺得在同一個空間裡 它就是這一個用法 因為我們現在 好比像說在直播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 你還是盯著一個 black mirror 裡面呈現出一個形狀 那人腦其實不會覺得這是一個人 它只會覺得這是一個圖片 一個人的snapshot 所以說 其實我們實際在做delibration 你很難看著這個專注幾個小時 然後進行有意義的討論 會分心 然後可能你手機響了 或怎麼樣 然後那個專注力就不在上面 很少有人能夠很專注的看自己的螢幕 看幾個小時 對 而且尤其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很多subleties 好比像說語音這些東西 它不是像好萊塢電影那樣子 每一秒都是在catch你的attention 所以其實你也很難維持長時間的attention 那VR的好處就是說 好比像說我昨天晚上 才跟一個台灣的媒體 叫做YahooTV 有一個VR的採訪 那這個採訪裡面 我們就是用幾乎是zero cost 就是我們雙方都沒有帶Vive 然後呢只有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帶一下下眼睛去感受 那個空間以及主播的長相 之後呢我們完全是用語音在訪問 然後呢所以等於是radio 但是呢我們的軟體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語音 自動把我的人偶 配上手勢表情跟講話跟動作 對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對方呢 他就可以看著我的這個animation 然後呢就有一種我真的在跟他講話的感覺 那所以呢雙方都很省成本 那但是呢又可以維持彼此的注意力 然後呢又不會被distract 但是事實上呢 所有的平凡的requirements非常低 因為只有傳語音 跟最多傳我頭跟手的位置而已 那所以說如果你要問recommendation的話 我就希望是大家往Social VR 對這個角度 那我用的那一套程式是Open Source 叫做High Fidelity 那它的特點是它的設計的人 是當時設計 Second Life的人 就是The World Style 那Second Life我們知道是有VR以前就很有名的 所以它把Second Life裡面很多元素放進來 那它的重點就是一個Infinite Exploration 它不是說你一定要遊戲啊 一定要贏一定要輸什麼 它是一個realistic的 High Fidelity的一個現實的反應 所以它比較說人的眨眼啊 一些小的動作啊 光影啊都模擬得很好 所以說只要能夠在Social VR裡面養成 大家到一個共同的空間 這個空間裡面 你其實可以看得到彼此 甚至hub彼此 dance都可以 可是你又傷害不到彼此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家除了好好講之後 沒有別的辦法 那這樣就可以養成一個 認真聽別人說的一個環境 那麼可以用這個Social VR 也可以怎麼說呢 對政府說了 政府的管理人員也帶這個以後 就在那個空間 政府官員也來 還有我也來 還有一般的讀者也來 還有可以互相這樣子談 這樣也是一個很有效的一個方法 在外面的時候 對 有參加過一個實驗 他就是請一個喜劇演員 一個 comedy actor 然後呢 他在VR裡面呢 進行表演 那但是呢 同時呢 有可能5000人同時來聽他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如果是在像小巨蛋 那其實大部分人是沒有辦法 整整看到他 看到的都是一個大螢幕上面 等於是大家一起看電影而已 對 那但是呢 因為這樣子的技術 叫做front road的關係 你只要用VR登錄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被 randomly的 跟另外五個人 被安排在一個小房間裡 就像現在這個小房間 六個人這樣坐著 然後喜劇演員呢 他就出現在這邊 act 那隨著更多人加入 系統就開更多房間 但是每個房間裡就那麼六個人 然後呢 因為他是可以分身嘛 所以他只要一表演 他就可以出現在所有的 這一千個房間裡 然後這一千房間裡的人呢 一面看表演 一面就開始討論 因為五個人或六個人 是最能討論的一個人數 所以呢 就可以一面看表演 一面互相social 對 那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space 您剛才說的 好像可以採用到那個 亂談的一個 沒錯 對 就可以有深度的進行討論 然後呢 我們討論出了一些結果 或一些意見 那這一個正在表演的人 就可以透過剛才Polus 或這種收斂signal的方法 把大家的consensus一次收到他眼前 然後他再去跟彼此對話 對 那這個我們也有一些技術 已經可以怎樣做了 那可以 台灣以為 沒有啊 我可以demo 看一下 好 看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 没问题 其实下一个是没有问题 我怕那个 没有没有我也没事 对 现在说我应该很热 我已经下雪了 以前下雪了 昨天下雪 还有今天是零下9.8度 哇 像这个呢是Remesh 它是有一个活动叫Personal Democracy Forum 然后这是Remesh的文作者 然后中文是我刚刚翻译的 然后他第一次demo这个 他的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简单 就是 等一下 就是 它就是像是一个chat 然后呢主持人可以问听众问题 然后呢听众用自己的手机 就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 他回答完之后呢会有一个现实 好比像说你30秒的时间 你把一个想法打进去 打完之后呢 手机上会跳出其他人的 另外两个人的想法 然后你选哪一个比较好 然后呢接下来呢 他就会不断的要你选 就是其他两个想法怎么比较好 只要Pairwise 然后呢 最后呢大家的Consensus会收集起来 然后呢等于这一万个人或一千个人 他就会回一个想法 那个想法是大家都支持的 然后呢这个主持人呢 过了这一分钟之后 他就在好像聊天一样 根据这个再接下来追问问题 所以他等于是说 他是一次跟几千个人讲话 可是讲话最后收回来只有一句话 所以他就可以好像 在Instant Message一样继续去追问 那但是呢当然如果你按一下的话 他并不是只有一个回答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虽然是最高分 但是Key to Successful Modern Democracy 几乎同等重要是Informed Population Transparent Policy Accountable Governance 然后跟Open Responsive Government等等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短短的两分钟之内 就由于138人的这种Pairwise comparison 最好的Signal就都已经浮上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比较Divisive 哪些是大家都不支持的 他比较Competition 三十四 那这里这里这个值得令人高兴的是说 Remesh like AI technology 对我对别的国家领导人不评论 那我的意思是说 What is the key to success of modern democracy 大家对于这个技术本身 是觉得说你不能只靠技术 重点还是最前面的那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所有人95%的人 都觉得你不能只靠这个技术 就达成民主 大家都觉得最重要的 仍然是Education Participation Open Responsive Government 但是这个技术它可以用来辅助 因为没有这个技术的话 我们很难一次听一千个人讲话 是的 但是有这样子的技术 我们一次听一千个人讲话 变得可能 这种技术 韩国也可以用吗 都可以 只要是Open Source的都可以用 哦 好像我在韩国没有看过 这种的 这种的 还有还有 好像很多韩国 韩国的那个 管理也不太 不太那么多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不公开 我总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 现在你的这种的想法 这种公开的想法 Prasperity 还有这种 跟那个 大众们 一直 沟通 沟通 沟通的想法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 值得 值得让韩国 韩国的读者们 有了解 没问题 嗯 我有 最后一两个问题 可以问 嗯 我觉得 以后 那个 新技术一直 一直 要 怎么说呢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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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的新技术 那个 一定要有 IT人才的 培训 肯定要 要有 现在您 您觉得怎么样 那个 培训 IT人才 比较好呢 还有 不只是 只 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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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现在 韩国也是一样 好像 IT和 比如说 有 有 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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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学 学 对 融合起来 那种 的人才 现在 比较重视 您觉得 这种的 培养 IT人才 你有什么 看法 以及 现在准备的 政策 有什么 这边当然 其实就是我们 VG Plus里面 的重点目标 这个是放在第一项 就是说我们觉得 这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 接下来的三个 重点目标 都是可以说 是为了支持 这个重点目标 那我们在这边 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IT人才 它是一个范称 其实它后面是非常多种 不同的人才 而且它中间的overlife 是有限的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国民教育 我们在国民教育的阶段 因为我在入阁之前 我是十二年国民教育的 课程纲要的委员会的委员 那当时我们的一个很 基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做课纲的时候 我们在 就是我的前辈们 我当时还没有 就是之前的课纲 他们在小学一年级进去的时候 可以predict 他高中三年级出来的时候的社会 所以就会希望有多少人学这个 多少人学那个 有些分流的概念 是的 那我们在这一次做107年课纲的时候 我们放弃这个想法 我们说 我们现在小孩子七岁进了小学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十二年之后 到底社会会有哪些职业 到底社会会需要哪些人才 We give out 这不可能预测 那所以我们在问自己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放弃掉说 要把小孩培育成有用的人 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 useful person 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法抛弃掉 并不是说12年之后 我们就到了post work society 这是不可能 只是说当时的work是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预测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问自己说 小孩哪些化的体制 还能够教育的 那后来我们就归纳出三个 就是一个就是autonomy 就是他要自己去规划 他还能够学什么 那第二个就是communication 就是他不管正在做什么 或学什么 他必须讲清楚 也能够听得懂别人说话 是的 以及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common good 就是说他在做任何事情 都要理解到 那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已 而是说我们有一个common good 他是需要守护的 因为如果不守护的话 大家都各做各的 有一个可能就是会有catastrophe 然后就没有人类文明了 对 我们比之前的任何一个世代 都更接近这样的情况 对 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希望教出来的小孩 他当然要有IT的literacy 他要知道说有演算法 有电脑 有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 他自己对什么东西 有秩序有兴趣 而且他自己能够去规划 他想要发展什么 也就是说 他的人生目标必须他自己定 那达成这个目标 他中间要做什么 我们旁边可以给他支援 那是奠基在这个上面 我们才能够做到第二个 叫做大学扩大跨域人材 那这里的跨域就是interdisciplinary 的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随着数位科技的发达 我们本来在field跟field中间 industry跟industry中间有分界 轻工业、重工业、制造业、服务业这些 可这些分界事实上 它从资格论的年代 就是因为工程不一样 机器不一样 所以你的trade当然就不一样 都不一样 可是现在几乎什么东西都是sulfurprogrammable 其实机器快要差不多变一样了 就是commodity hardware 当我们说Internet of Things的时候 就是它都是commodity hardware 拼起来的 但它可以做任何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领域跟领域中间的界限 本来就在消失 所以我们如果小孩 有自发沟通更好的能力 他到了大学 反而大学又把它关回科系里面 那个是不make sense 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说 你进来就一定要读资讯科学 或资讯工程或资讯管理 而是说你进来之后 你想要结合以前人类的哪三四个discipline 现在想要做出一个 专门是你自己的一个discipline 这个时候IT可以帮得上忙 然后我们make sure说 你可以有很多的线上课程 跟实作的课程可以参考 但是它不是绕着IT来设计的 相反IT是绕着它的志趣 它的这个想法来设计 好 找完了 这个也是 我下一个可能是一个stupid question 我想问你一下 您的意见 您的想法 现在比如说有没有 比如说我是高中学生 或者是大学一年级 或者专业是比如说金融或者是经济系 比如说我其实我是经济系 那么那么您想想看 20岁21岁那我是经济系 还有以前没有学过IT 可是现在突然发现了 哦IT这么活 以后呢那么就很难改成 那时候开始学IT啊或者是computer science 我觉得很晚很晚 我个人觉得很晚 可是相当于现在是一个是IT的社会嘛 那么您觉得现在IT是一个必须 必须每个人都要学的一个领域吗 或者是您觉得 哦 经济系 经济专业的咨询经济 不管IT也没有问题 或者是这样子的方法 也许有stupid question 可是很多韩国的这种大学生们 比如说他专业 专业是经济或者是法律啊 那种的学生们 现在就看很难 很难找工作 所以很多人就问记者们 会帮我预算一下下个十年 他们总觉得是十年后 那个IT的那种人才的那种需求越来越大 可是他IT的I字也不太清楚 那么我现在二十七八岁 所以现在要开始 那个要学习IT吗 那种的 认识很多 您觉得这种看法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其实IT这件事情 它并不是computer science 这两个要分开来看待 computer science是一种science 它是有scientific discipline 任何science 你当然都是要投入五年十年 才能够成为scientist 才能够做出academic contribution 这是一定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变成computer scientists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理解说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文明的一个转捩点 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接近生命体 还不是生命体的东西 对那它是一个intelligence 这个至少大家没有问题 是不是life另外一回事 对那这样子一种synthetic 或者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们就像了解一种新的物种一样 你要对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很快就会跟人类社会是symbiosis 是共生的一个关系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免于说 我们现在举例来讲 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就是说任何我们不假思索 能够做的判断 只要一秒钟之内能做出来的 其实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已经可以帮你做了 你知道吧 输入跟输出都定义好 它就帮你做完了 那这不是未来 现在就已经是这样 所以应该是说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说 我们在接受我们的专业的training里面 哪些部分是把我们训练成能够很快速的 但是做出一些不假思索的判断 而哪些是事实上你需要reflective thinking 或甚至critical thinking 然后做出属于你自己的value judgment 而是说念法律的 如果你是被法条 或者是说只是做citation 或者是做这个判例的搜集 这个很快机器都帮你做完了 但是如果你是要做一个价值判断 要跟社会对话 然后要做一个法官去想说 这个判决会怎么影响到社会 这个东西机器没有办法帮你做 因为它牵涉到communication 跟value judgment 对 那所以我觉得是说 IT的literacy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分清楚 哪些部分是属于能够自动化的部分 哪些部分是人类的部分 那后面的这些部分 就是可以自动化的部分 你要懂到一个程度 你就可以去跟你更懂IT的朋友 说那这一部分 你帮我找一个工具 帮我解决 你不需要自己去写 没有人自己去写 那或者是说更了解open source 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很多工具它是现成的 你也不用买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literacy 所以说能够看得懂书很重要 但是不是每人都需要成为作家 或者是两个事 啊 明白 那么您是说 二十一世纪 肯定要怎么说呢 像可以念书一样的那种语言感 嗯 那么我可以说 所有的那个一般的那种 那种的年轻人 肯定要有一个IT感 对吧 可以可以这样子说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说 IT感它其实重点仍然是 不是technology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说法 叫资讯素养 哦 好看 对 那我觉得这个讲法就比较好 哦 对 对 因为它不是关于技术的 对 对 那资讯素养的意思就是知道说 资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它是怎么被生成的 怎么放到面前的 因为如果没有资讯素养的话 很容易有一些预设 好比像说有一些朋友们 会觉得任何印在纸上的 都是真实的 对 对 那可能因为报纸之前是一个 真理的一个safe guard 对 所以觉得可是呢 当你印到纸上变得非常容易 那或甚至是传到手机上变得非常容易 对 但它的台版用跟报纸一样的字体 那很多人不假思索就会相信了 对 那这个就是资讯素养 大家就要理解到说 诶 导演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这些东西 对 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你了 我起码想问您的 怎么说的问题 我就都忘了 我跟您的那个面试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怎么说呢 得到了很多那个 lesson 特别特别感谢你了 还有那个怎么说呢 我的那个 因为我见您嘛 所以我用博语啦 有所那个 怎么说呢 不是很顺 我的那个博语 不像你们一样 可是我这是小小的心意 我用那个总算的博语 博语来跟您的博语 非常感谢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嗯 谢谢 我 您可不可以提供给我那个 唐长官的更好的 更好的